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618购物节即将到来,中国大妈纷纷吹起一股呛购潮,但今年炒的商品竟换成普洱茶。 一名中国大妈透露,自己去年花了8000元人民币,约新台币3.7万元,买普洱茶,今年价格翻了超过两倍,以1.8万元人民币,约新台币8.4万元,卖出。 综合中美报道,据天猫统计,自618促销活动以来,短短5天就卖出5万题,行内卖买茶叶单位,普洱茶,其中30%的用户年纪坐落在40岁到50岁,近40%用户来自5、6线城市。 其中,一名张姓大妈在天猫买下100提茶叶,相当于700个茶柄,甚至将地下室改装成专门放茶叶的茶间。 她表示,买普洱茶主要是为了投资,普洱茶差不多一年至少增长10%,是个比较稳定的投资。 一名云南普洱茶加工商表示,我们对外的批发价是150元,约700元台币。 一饼,上海,广东,福建,北京等地的销售商买回去之后,换上印住百年古树茶的包装,能卖到每饼一,2000块。 另外,另一名普洱茶经销商也表示,很多商家都鱼目混珠,没有什么明确的记载,我们是本地人我们才知道。 此外,近两年,普洱茶界更出现一款天价古树茶,以一公仅68万人民币,约新台币300万元,成交。 但云南一名茶商却直言,整个市场上几乎没有正宗老单章,所谓的古树茶亦只是随商家自行估算。